唐朝周访创作的张花侍女图 则描绘了宫廷侍女 在庭院里嬉戏玩耍的情景 这些侍女是唐朝的高级贵妇 她们体态风鱼 穿着飘逸的长裙 外面还套了一层薄纱 薄纱质地高级 透过薄纱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见裙子上的花纹 这些花纹可不是印上去的 而是手工绣花 相当于高级定制 张花侍女图 还树立了一个有趣的经典样式 就是古代贵族女士身边 总会有团扇 扶承 扒狗这些符号相伴 在之后的中国人物化妆 只要有贵族女士出场 这些悠闲生活的符号 就如影相随